猫熊眼 四肢瘀青 体无完肤 遭家暴的女子被打得不成人形 小腿骨也被打断 情况严重 还一度得转院 动手的人是她的男朋友 下那么重的手 只因为不顺男方的意就被痛殴 他们有参加了聚会 那可能有些口角 所以有拿安全帽去 真的殴打了被害人 所以造成被害人有脑伤 还有有关一些身体的挫伤 男朋友打人不是第一次 日前两人吵到分手 男方亲门踏户到女方家赌人 拉拉扯扯又施暴 女方家人呵斥阻挡 才把男子赶跑 但事后男方道歉 两人又和好了 恐怖情人恶行不改 一次打得比一次厉害 女子亲友PO文控诉说 这一次女方被打到用爬的 向男子家人求救 却没有人理她 甚至联手一起把女生藏起来 恐吓她不可以出身 是见到女方精神不济 女方表示身体不舒服 想就医 所以女方当下她没有讲说 她被打还是心生恐惧 不敢表示是怎么样 女方现场没有向警方表示 警方找到人 女子虚弱的跟警方说 她没有办法走路了 赶快帮她叫救护车 恐怖男友恶行 立刻被通报 依法移送 女子遍体鳞伤 申请保护令 身体的伤能复原 心理的痛难以抚平 记者连元斌 韩志欣 卵志宜 台中报道